好 看到七十五頁 講到這裡 我們早上講過 就簡單的說 我們之所以來學習佛法 最重要的是要藉由佛法 來解決我們生命中難以解決的問題 這個問題 根本而主要的就是 我們一直在受苦 重複的反覆的一直在受苦 這種苦都是因為有輪迴 這個輪迴主要是生命不斷的在受苦 佛法教導我們 要解決苦一定要了解 為什麼要受苦 受苦的原因 根本原因是什麼 那麼解決這個痛苦 的方法是什麼 經過佛陀 佛陀是一個已經 成功解決這個痛苦的人 他提供我們一個有效 直接又徹底的辦法 那這個辦法就是 那這個辦法就是 告訴你 找到這個痛苦的根本 這個根本就是 對 五運的直取 就是你對生命的直取 直接造成你生命反覆的運作 那麼這種運作 因為你夾雜的貪愛跟無名 那造成你一直因為這樣的一個業 前面那一部經 他就在講這種情形 就是因為你愛喜 就是因為你直取 直取這個生命 希望它過得好 希望它幸福 希望它快樂 那由於你對於這種生命的直取 那麼相對於直取的境界 這個用佛法的術語來講 就叫做自體愛跟境界愛 我愛 我所愛 但是它基本上就告訴你 你的問題的癥結在於 你對生命的直取 以至於造成你在生命中不斷的受苦 那麼對生命的直取 表現在哪裡 表現在你對這個身心 因為生命的代表就是這個身心 那麼佛法的術語叫做五運 那五運基本上 就是我們整個生命的實相 就是我們生命的現象 那麼這個生命的現象 你由於你習慣性的直取它 那麼為它造業 為它受苦 那麼你實際上是不希望它受苦的 你實際上是要離苦的 但是你的行為恰恰又不斷的讓它受苦 這個是我們上一部經 最主要告訴你的地方 所以它提供你一個方法 就是你要看清楚生命的現象 你要看清楚為什麼 因為苦是來自於業 業是來自於煩惱 那麼你要看清楚煩惱到底都是怎麼來的 主要是這樣 那現在這一部經告訴你的 因為我們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直取它有三個方向 直取過去 直取現在 直取未來 那麼這個就是法的所謂的生跟滅 在生跟滅當中 那麼出現了所謂的過去 現在跟未來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的痛苦 不是來自於我們對過去的直取 就是來自於我們對未來的直取 或者我們對現在的直取 但是現在的直取一定牽涉到 你對過去的直取跟對未來的直取 舉個例來講 你今天之所以要讀書 因為過去的經驗告訴你 只有讀書讀到什麼樣的程度 學歷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才能幸福 那麼對於未來的憧憬 會讓你 你對未來憧憬 如果我依過去的經驗 依過去人的經驗 依過去我父母親的經驗 依我鄰居過去的經驗 依我個人過去的經驗 那麼我只要這樣做 那麼我未來就會怎麼樣幸福 那麼通常 通常我們直取的是世間的東西 那麼當然 包括我們現在學佛 我們也是依據佛的經驗告訴我們 那麼我們如果照佛這樣做 那麼我們未來就可以解脫 看起來好像也一樣 但實際上佛告訴我們的是真正解脫的方法 離苦的方法 那麼世間的直取 他沒有辦法讓你徹底的離苦 當然在這個世間他也不叫你徹底的離苦 他並沒有告訴你 你努力賺錢 你家庭幸福 你未來就可以免輪迴 他不設定這個目標 他設定的目標就是 在你這一生的生命裡面 在你有限的生命裡面 你如果這樣做 你會過得很幸福 你會過得很快樂 你會過得很快樂 有錢 那麼這個有名望 有地獄 有地位 那麼身體健康 他給你設定的是你這一生的幸福 那麼這個也不是錯 但是這一生的幸福 因為你直取這樣 恰恰就給你造成未來生的痛苦 那麼延續未來生的性命 這個就是 第十經第十一部經要告訴我們的道理 那你想想有沒有道理 確實也是這樣 我們這一生用了很多的方法 從我們小時候到長大 從小時候我們讀書就在寫我的願望 小時候就會寫這個 我長大後要做什麼 我的願望是什麼 那麼你想一想 你設定的願望 是不是就是透過你對於 也許是你父母告訴你的 也許是你自己看到的 那麼一直到長大 你所設定的願望 就是追求這一生的幸福 好 那麼你為了追求這一生的幸福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還沒學佛 那麼也沒有去講 沒有去想說才小 還沒長大 絕對不會去想說 那人有老病死 不會去想這件事 小時候的願望就是 要快快長大 那長大了之後 那麼在長大的過程裡面 要趕快有成就 我們只設定這個東西 那麼這個東西 恰恰就養成你直取的習慣 那在無形中 就所謂的我愛 我所愛 自體愛 境界愛 那麼這樣不斷地養成 不斷地養成 那麼有一些人會不擇手段地去營造自己的幸福 那麼有一些人 他雖然手段就是他的手段是正常的 但是他追求他的感官的刺激 所以他不斷地追求這個欲樂 心求就是他對於未來的幸福 對於現在的滿足 對於過去的幸福 過去已經過去了 但是會給他造成影響 未來還沒來 但是會勾起他的欲望 願望 那麼現在已經有的 他會抓得緊緊的 沒有的 那麼他要努力去追尋 那麼所追尋的不外乎就是這一生的 再多一點 宗教上追求來生的幸福 升天 那麼這個是最多的 沒有人也很少人 追求所謂的永遠究竟的幸福 那佛陀告訴我們 沒有永生這一件事 那麼你真的要幸福 就是所謂的幸福 就是永遠沒有痛苦 所謂的永遠沒有痛苦 就是沒有生死 既然有生就有死 那麼所以你要追求的 不是一生的幸福 不是長久的幸福 因為沒有這一種 沒有這一種幸福 你只有完全脫離輪迴 你才有可能脫離 究竟脫離痛苦 永遠脫離輪迴的狀態 就叫做涅槃 所以上一步就告訴你 你的目標要放在追求涅槃 而不只是追求這一生的幸福 當然我們也不放棄 我們不是讓自己這一生痛苦 而是就在這一生 我們盡量讓自己不受苦 但是你要知道在求道的路上 你必須要捨棄 你認為的某些幸福 享受 所以佛法第一個 因為你追求的欲望 這種欲望恰恰增長了你輪迴的原因 恰恰給了你 我愛直取的這樣的一個習慣 那這種習慣就是你未來不斷生死的主因 所以你一定第一個要先 對於這樣的直取 就是就我們來講 我們放棄了某些幸福 來追求更大的幸福 其實是這樣 他不過就是要你看清楚 你在直取些什麼 好 那前面是簡單的講 就是五韻 射受想行事 好 那現在再進一步來講 他後面就會講得越來越詳細了 過去現在未來內外 內外出息好醜遠近 那麼就有種種的 種種的角度上去看 好那現在第一個我們來看 所以他告訴你 過去未來色無常 我們說過 讓你看清楚生命的真相是什麼 第一個你要先看到像 表像 就是現象 身心是什麼像 五韻像 那色是什麼 瘦是什麼 想是什麼 行是什麼 事是什麼 那我們現在還沒 才剛剛讀而已 後面越讀越多 他會告訴你 色就是 地水魔風四大種 以及四大種手造色 那麼如果我們就我們的身心來看 這個色就是什麼 眼耳鼻舌身跟色身相畏處 其實這個就是色 那麼就是我們的身心裡面 物質的這一部分 那麼色是什麼 就是我們感受我們的情感 有苦有熱 有不苦不樂這一部分 那麼這個是 這個是 我們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為我們因為我們的感受 大多數因為我們的感受 我們才會採取要怎麼做 好吃我們會繼續吃 不好吃我們就會丟掉 我們的感受很重要 那麼這個時候主要是苦樂 現在分析這個都是告訴你 你到底是一種什麼狀態 因為這些狀態你沒弄清楚 你會搞不清楚 我到底都是怎麼起煩惱的 所謂什麼叫煩惱 這個你不知道 為什麼會起煩惱你不知道 那怎麼樣去除這個煩惱 你也不知道 那所以如果你不知道這個 那你就沒有辦法 你就沒有辦法離苦 因為所有的苦都是這樣起來的 所以這裡開始 他不斷地反覆告訴你 你的身心現象是什麼 你通常都在直取些什麼 你一般都是在哪裡起煩惱 他告訴你 直取就是煩惱 直取就是一種我們佛法上 就叫做貪愛 愛取 直取一定是由貪愛來 所以無明最早是因為無知 然後起貪愛然後有直取 那這種貪愛跟直取 都是在身心裡面的一種反應 所以四明色六路觸受 它就是這樣啊 這個中間從無明到貪愛 這中間就是四明色六處觸受 行就是照做 所以你為什麼有這種煩惱 諸行就是你因為這一些起種種的煩惱 照種種的業 都是來自於四明色六路處 這個就是根層式 那麼由這一些 促心對近起煩惱 這個煩惱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煩惱就是直取 直取是一種對一種現象 那麼不管是好跟不好 你都很在意 你都很在意 你在意這個人為什麼這麼講 你在意這個人為什麼這樣看待我 你在意這件事為什麼是這樣 你放不下 你心裡面因為這個人 因為這件事 你有掛愛 這個就是直取向 那這個直取向本身一定來自於你 貪愛 或是貪愛不成 所以佛法才會講無明跟貪愛 那麼這裡是從貪愛說 那麼根本還是有我見 那麼有我愛 我見跟我愛是一體的 那這個我愛就是貪愛 不是誰在愛就是你在愛 那麼有愛就有取 所以叫做愛取有 有取就一定有什麼 有生死 有生死就一定有苦 所以無明 行事明色六處處處 愛取有 生老病死憂悲難苦 你再把他這個整個連起來看 你就發現 不管是五運 不管是六處 不管是十八戒 不管是緣起 他在講同一件事 只是從不同的角度跟你敘述 要讓你認清事實真相 找到真正的解決方法 從正確的地方下手 那麼現在這一部經 第十一部經 是告訴你 就是所有的煩惱 所有的子取 不外乎三種 子取過去 子取現在 子取未來 好 但是所有的子取 你只要看清楚 第一個 它是什麼現象 第二個 所有世間的一切法 不管是什麼現象 它一定有生滅 一定有生滅 這個生滅 就分做過去 現在未來 那麼這個生滅 只要是有生滅的 它不會維持在一定的狀態 這個就是無常 無常的一定是無我的 那麼從這裡告訴你 怎麼不止取 那麼由不止取 而漸漸 不造生死的因 而漸漸 不造生死的因 而漸漸 能夠出離輪迴 它 這個經看起來就是幾個字 但實際上 它就是這樣的意思 好 我們來看 過去未來色無常 那麼 重點是現在 重點是現在 因為現在才是真正的生命現象 我們現在的苦樂 決定我們怎麼造作 就是我們起貪心 起撐心 有痛苦有快樂 決定於我們未來要怎麼做 那麼我們 我們現在怎麼做 我們現在就是現在是這樣 但是等一下就未來了嗎 下一秒就未來了嗎 就這樣 現在不斷過去 我們等一下要怎麼做 我們明天要怎麼做 我們下課等一下要去做什麼 我們明天要做什麼 明年要做什麼 下課要做什麼 取決於我們現在的狀態 那麼現在的狀態一定包含著 你過去人生的經驗 你一定有直取過去 你如果不直取過去 因為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內心中 都含藏著無量的過去 跟這個人的 跟那個人的 跟弟弟的過去 跟妹妹的過去 跟父親的過去 乃至於跟 在這個國家 在這個地方的過去 你一定有含藏無量的印象 那麼這些印象 主導著影響著 你現在的走向 其實是這樣 所以他告訴你 不管是在過去 還是在未來 這個色受想行事 其實都是無常 他講都是講這個神心狀態 那麼 況現在色 就是我們通常 我們通常著眼的目標 我們這麼做 主要是為了 為了我們說 為了自己能夠離苦得樂 那只是這一生的幸福 那你努力的 比如說 你努力選擇吃這種東西 你穿這樣的衣服 你做這樣的事情 都是因為 以你過去的經驗 你認為 我這樣吃 這樣做 這樣說 對我未來比較好 好 那所有的人都是這樣 所以他會選擇這樣做 問題 這個觀念沒有錯 問題在於 他是不是真的好 那是不是對你好 那是不是對你一直都對你好 就是你這樣做 是不是一直都對你好 那麼問題在這裡而已 但是他現在要讓你看清楚 其實你認為的好 有時候反而不好 你認為的好 其實只是短暫的好 你應該要找到 你應該要找到 你怎麼樣做 對你是一直好的 沒有不好的 他要你看清楚這個 所以 但是要讓你看清楚這個 要叫你怎麼樣做 你必須要先捨掉 讓你知道 你之前努力這樣做的東西 你之前努力直取的東西 其實並沒有那樣好 他要讓你看到這個事實 這個真相 你才能捨棄你目前的執著 那麼轉換成 我們可以說轉換成另外一種執著 執著什麼 執著要解脫 執著要涅槃 所以你才能夠 為了這個 為了這個努力 付出你的心力 付出你的體力 付出你的財力 只是為了要讓你未來更好 我們花了很多錢 買房子 買吃的東西 買用的東西 著緣點就是 這個房子這樣的食物 這樣的東西會讓我感覺很好 會讓我幸福 會讓我比較健康 會讓我比較快樂 也是這樣 但是你現在不管 你認為的 你所在意的這些東西 其實就我們的生命輪迴來看 它不過都是一個泡沫 一個刹那 也沒有錯 你也因為它這樣 就好像你吃了一頓飯 在吃的當下 這個食物很健康 對你的身體是有好的影響 你吃的當下很舒服 對你 對你的心理也有很好的影響 但是 因為你的直取 你不斷地去直取這種味道 你因為它的感覺也是 你是刹那刹那過去的 你這一生都在直取美食 美味 當然有一些人 五欲直取的不一樣 有的人音樂好聽的 好看的 這個種種的 那麼你也感覺很好的 但是漸漸漸漸 時間過去了老化了 那麼慢慢慢慢這種感覺不再有了 你就會直取另外一種 那麼不斷地直取 直取到最後 你會發現到 你的快樂只存在記憶而已 而且你過去多好多好多快樂 但是未來你要走到去哪裡 你要面對什麼 你是茫然無知的 那麼你如果因為這樣造了很多業 就是說你為了讓你自己幸福快樂 你造了很多惡業 不管是殺到淫忘 那麼有些人就會這樣 那麼這一些會 你現在是享受著幸福 是建築在你未來的痛苦上面 所以它要告訴你 你先要捨棄掉 你不要太過於直取 你那一種刺激或是那一種感受 這些都不是那麼實在 很快就過去了 你應該要真正把心放在 它可以讓你真正離苦的地方 所以前面才會講 你沒有求你應該求的 而去求你不應該求的 好 那它現在告訴你的就是 不管是過去跟未來都是無常 這個五印身心都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堅固 何況是現在 過去還沒來嘛 過去還沒來嘛 就前面 這個先無而有 先有而何無 那麼有生有滅 生跟滅 生就當下就會滅 滅之後又會生 那麼這個 不外乎就是過去 現在未來 那麼你的現在要怎麼做 就是行 你要怎麼樣反應 要怎麼樣造作 牽涉到你過去的經驗跟你未來的希望 你過去是怎麼樣的 你希望你未來是怎麼樣的 就決定了你要怎麼做 其實是這樣 他說聖地子如釋觀者 但是 真正 多聞的聖地子 就是他聽了佛法 他了解了這個世間的真相之後 他不會對這一生的過去 他講不顧過去色 不心未來色 先講這個 顧 什麼是顧 顧就是顧戀 心就是愛喜 顧戀跟心求愛喜 他通常都是愛喜 但是因為這個已經過去了 所以這個顧戀跟心求 這個都是貪 全部都是貪 這是用不同的名詞來講的 你已經有的 你一直執著 你對我那麼好 那麼我過去怎麼樣怎麼樣 享受在幸福的時光裡面過去 此已經有的 放不掉 這個叫顧戀 已有的而不捨 未有的而追求 我們不斷在守護的就是我們已經有的幸福 我們不斷追求的就是我們還沒有的幸福 那麼我們一直在這兩種情緒裡面 當然這個沒有錯 每一個人都應該要追求他的幸福 但是佛法叫你遠光放遠 你要追求的不是下半身的幸福 因為前半身已經過了 那麼或是你前半身沒有那種幸福 你要追求下半輩子的幸福 那麼你前輩子已經有幸福 你要元氣前輩子讓你一輩子幸福 佛法告訴你的不是要追求一生的幸福 不是要追求兩生的幸福 不是要追求三生的幸福 而是要追求沒有痛苦的幸福 他是要告訴你這樣 但是因為你只取於追求過去的未來的幸福 沒有的幸福 或是你只取於要一直擁有過去的幸福 所以你就會忽略了要怎麼樣得到 沒有痛苦的這種幸福 你就不會 是好像你只取於要抓合理的一條魚 因為你要只取要抓這一條魚 你就沒有看到這個煽動你的寶藏 你一定要抓到這條魚 因為這條魚回去 抓了這條魚回去 會讓你這一餐 明天後天甚至一個月 你都有魚可以吃 你要的是這種幸福 可是他告訴你一條魚的幸福 沒有辦法讓你人生就美滿 你還是你有了魚 可能沒有飯 可能沒有衣服 所以你要不斷地去追求 我有了吃的我要有穿的 我要有穿的我要有住的 我要住的好 我要怎麼樣 就不斷追求不斷追求不斷追求 你的幸福的點會慢慢擴大 範圍會擴大 所以我們就會變成我們不斷地追求 在追求過程中就會不斷地造業 其實他是告訴你這種事實而已 那造業的當下就造成你未來的苦 你也許常到幸福 也許沒有 但是不管你有沒有因為你的追求而得到幸福 你都會因為你盲目而錯誤的行為 造成痛苦 造成未來的痛苦 其實他是要告訴你這樣而已 好 那我們來看 那他說 如果一個多聞的聖地子 這樣來觀察因為過去不斷在過去 不斷在過去 那麼未來也還沒來 過去的已經過去了 現在過去再怎麼美好 也不過就像一場夢 那麼他已經不存在了 無常嘛 那麼未來還沒來 未來都還沒來 就算來了也會像過去一樣 也會過去 未來的還沒來 你未來的幸福還沒來 但是未來的幸福就算已經來了 他也跟你過去的幸福一樣 也會怎麼樣 也會過去 你也曾經幸福過啊 那個幸福你現在呢 沒有啦 你想想 很多人有談過戀愛 那麼談戀愛的時候都是幸福的 剛結婚的時候叫做度蜜月 都是幸福的 然後呢 幸福慢慢會過去 有的人還繼續 但是沒有那麼幸福了 但是不管多幸福 那種幸福是過去了 那麼有些現在就開始痛苦了 但是不管怎麼樣 其實從佛法來講 不管幸福還是不幸福 都會過去 都會過去 但是 我們的一生就變成 不斷在追求幸福 或是不斷在去除我們的不幸福感 那麼你用了一輩子的力量 都在做這一些 其實不管你怎麼樣做 他都會過去的事 那麼有沒有做的可以不會過去的 有 所以他就可以給你分做有為跟無為 一切法就變成這樣 那我們一直在有為法裡面 有為法就是不管你怎麼努力 他總是會過 而且過了之後 留下的就是你造業的痕跡而已 那麼幸福快樂 只是一種記憶 那麼你過去越幸福 現在越不幸福 你就越痛苦 如果你過去很痛苦 現在沒那麼痛苦 你還有一點點幸福感 那這種其實就是感受的問題而已 就好像你拿了五十公斤的東西 很痠很痠 現在換給你拿二十公斤 你就覺得哇好輕鬆喔 你平常只拿五公斤 現在給你拿十公斤 你就覺得哇怎麼這麼重 一個拿十公斤 一個拿二十公斤 但是一個感到痛苦 一個卻感到幸福 那麼所以很多東西 我們就是 一輩子都在這樣的感受當中 不斷的去 顧戀跟什麼 星球 顧戀過去 星球未來 顧戀過去 星球未來 那麼不斷不斷 現在的我們 不斷不斷的都是 顧戀過去 星球未來 今天受到昨天以前的影響 今天過去了 明天又受到今天以前的影響 那麼要營造明天之後的 就不斷這樣 不斷這樣 那麼佛弟子 佛弟子 真正看到這一種武場 所以他不會對什麼 不顧過去色 不會顧戀過去色 釋迦摩尼佛 釋迦摩尼佛本身是王子 在他還沒出家之前 他年輕有為 文武雙全 而且娶了一個很漂亮的太子 叫耶穌陀羅 娶了一個很可愛的孩子 叫做羅侯羅 他不幸福嗎 他沒有不幸福啊 他痛苦嗎 他沒有痛苦啊 他是看到什麼出家的 看到老病死出家的 他知道這種幸福 延續不了多久 給至多至多延續五十年 了不起了 延續五十年 如果他的太太 都一直保持這樣的青春美麗 他的兒子都一直保持這樣的可愛 也不叛逆 他的父母一定會離他而走 他的父母不可能一直在 然後接著就輪到誰 輪到他 他哭他的父母 然後他的兒子哭他 或是他的兒子太太先走 他哭他的兒子跟太太 或是他先走 他的父母哭他 然後呢下輩子再來 就這樣一次又一次 雖然幸福 但不堅固 這種幸福不堅固 一下子就不見了 佛法叫做無常 其實他是看到這個 老病死 生老病死我們剛才講 生住易面 生老病死 乘住外空 這個叫無常 那麼你必須把無常觀透進去 你才能夠捨離一些直取 因為我們所直取的 通常就是 只是著眼我們這一生的幸福而已 但是他告訴你 這個是 這個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堅固 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幸福 真正的幸福 是建立在 沒有負擔 沒有痛苦 而且能夠持久的這個基礎點上 那個就是什麼 那個叫涅槃 所以你要從生滅的當中 看到那個什麼 不生不滅的 要轉過來 轉過來追求涅槃 這個也是上一個 上一部經跟你說的 好 因為這樣你不會顧念過去色 也不會新未來色 就好像釋迦牟尼佛 不會以後我如果做了國王之後 我有些什麼權利 這個我太太長大了之後 我兒子長大了之後 那個國家怎麼樣怎麼樣 他也可以想著很多 他有他的事業 他有他的家族 但是這一些 這一些 終究會過去 我們不是告訴大家 我們拋棄我們的家庭 我們拋棄我們的事業 不是 是 你除了注重你的家庭跟事業 注重你的身體 也不是說我們也不管我們的身體 不是 你要藉由你現在的基礎 去打一個更好的基礎 而不是藉由你現在的基礎 去營造你未來的痛苦 所以我們藉由我們現在的福報 這個身體 我們得到的 我們努力 去修學 可以讓我們得解脫的佛法 其實是這樣 不顧過去色不新未來色 他不會顧念過去的成就 那麼 其實過去的五運跟未來的五運 那麼五運所對的就是一切境界 所以他不顧念過去 不心求未來 對於現在的種種境界 他怎麼樣 厌禮遇正向滅盡 那佛法常常有兩種 一種就是厌禮遇滅盡 一種叫做未患禮 那他是從不同的點開始說的 厌禮遇滅盡跟未患禮 這個是很常出現的 他只是簡單的講 修行的三個步驟 好 那麼厌 厌就是什麼 厌就是不止取 就是你不會去止取 厌就是厌禮 那麼淨土就是藉由這一種 厌禮遇正向滅盡 的這種方法 那麼培養你這種心態 叫做 厌禮娑婆 心求極樂 厌禮娑婆就是 娑婆就是 你對這個世界不止取 你去 你要轉舵來 止取 那個極樂 但是從阿含經 從佛法來講 極樂 什麼是極樂 究竟的幸福 就是沒有痛苦的幸福 極樂 涅槃就是極樂 最究竟的樂 樂有三種 現世樂 來世樂跟究竟樂 究竟樂就是極樂 最終的幸福 沒有任何負擔的幸福 那麼就是沒有任何的苦 它就是極樂 解脫樂 離析樂 叫做極樂 其實念佛它是藉由這樣的 告訴你極樂世界的殊勝 但受重苦 但受重樂 無有諸苦 但受諸樂 那麼涅槃就是這樣的境界 好 所以於現在色 那個厭 那麼厭 厭離 厭離其實就是不直取 它不是一種 它不是一種煩惱新手 討厭是一種煩惱新手 但是它不是叫你討厭你自己 厭離色受小群士 不是 你不需要討厭自己 你只要不執著自己就好 你不需要討厭這個人 你只要不執著他就好 你不需要討厭你的食物 你只要不執著這個食物就好 它重點是不執著 你不需要討厭你的家人 你只要不執著就好 那麼所以 你也不需要說我離開他 不需要 你只要在一起的時候 不那麼直取 貪愛 因為貪愛就會形成 因為他不是你控制的 貪愛就會形成 他不聽我的話 他不照我的意思 我就會產生痛苦 那麼你 你 你並不是放棄 離開你的境界 你的人 你的身體不是 你只是不執著就好 那所以這個叫做厭 那麼厭一定 你厭表現在哪裡 你對五欲不執著 你不會去追求 如果你說 唉呀 我不執著食物 可是你去 你卻去不斷的到處去 去追求這個美食 那你說你不執著 你厭 厭離說婆 那說不過去啊 就是說你不執著 但是你吃 每天 你吃的用的穿的 你說在五欲裡面 你去追求這些 所以 離欲 離欲 基本上 就是 對於你現在所 執取的東西 你要漸漸捨掉 不要那麼執取 所以釋迦牟尼佛本身 從修行 從少域之主開始 那麼 你要先少域 你才能離欲 那麼因為我們習慣 我們習慣 要養成一種習慣 執取是一種習慣 執取習慣了不執取 會很難過 所以一開始 一開始要帶一點勉強 帶一點勉強 所以一開始要有戒 來克制 我很喜歡吃 但是再怎麼喜歡吃 不可以傷害眾生為前提下 嘗那個美味 就是因為殺生嘛 吃他的肉 殺這個殺這個 不可以因為偷到 沒有錢可以吃那麼好 用偷的 那類似像這樣 一開始要克制 你吃 你追求 你追求 你追求美食 你追求美人 你追求大的房子 你追求民生 不管你追求什麼 你要一個適當的範圍裡面 那麼這個是第一步 所以第一步是戒 第二步 你要縮小你追求 除了控制你的對五欲的追求之外 你要調伏你的對五欲的追求 因為五欲的這種感受 會引發我們自然而然的去追求 所以他告訴你 關諸壽是苦 這些熱不是真的熱 而且有些會造成你的苦壽 你因為有這樣的熱導致於你不斷的 不由自主的去追求這種熱受 那麼在追求的過程中不斷的造作惡業 起煩惱造惡業 他只是告訴你這樣的事實而已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個動作叫做离遇 离遇 那麼正向滅盡 正向滅盡 基本上 就是不斷不斷的趨向解脫 我們叫做 其實佛法 這個就是佛法所說的向善向上向解脫 那麼你修學佛法一定有這種趨向 厌离遇滅盡 那麼因為厌故不樂 就是你厌离你就不會去貪愛那種享受 貪愛那種樂受 不樂故 你不止取久而久之 你就在這個得解脫 就是你不會止取那種美味 你就不會因為那種美味而造作惡業 你不止取這個美色 你就不會因為這個美色 不斷地去造作惡業 那麼你漸漸這個不止取那個不止取 等於一切世間一切你都不止取 你就不會因為這個世間去造作 生死的這種惡業 三惡道的惡業 不會 那麼漸漸漸漸 你不止取這個世間 你就離欲 你不止取色戒 色灘 色戒的那個 你就離色灘 無色灘 貪愛就是一種直取 欲灘色灘無色灘 如果你完全沒有直取的個性 你一定可以出三屆 因為你可以斷浴灘色灘無色灘 這個很簡單 那假設說你 像台灣的牛肉麵很有名 很多很多美國人不是美國 外國人都會來台灣吃牛肉麵 台灣本身也開很多家牛肉麵 牛肉麵變成是台灣的美食之一 那麼很多人就有這種味道 就不斷去吃牛肉麵牛肉麵 牛肉麵從哪裡來 從牛的肉身上來啊 那牛要怎麼樣 才會有牛肉麵 要養牛要殺牛啊 你要知道 那當然 你說又不是我殺的 當然不是你殺的 可是你要吃 他不用殺給你吃嗎 他要啊 所以 我們在追求美味的當下 其實有意無意 直接間接的 其實 你不要想看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啊 直接間接有意無意的造成傷害 殺神 你認為這些沒有業嗎 有啊 可是 你吃飯那種 那種享受 哇好好吃喔 這一碗五百塊好值得喔 一輩子的享受 只有幾分鐘 頂多給你十分鐘好不好 那麼你每次每次每次 你覺得好吃了又請人家去吃 那麼 他本來只殺一條牛 因為生意好 要殺幾條牛 要殺十條牛啊 我們鄉下那些 鄉下那一些 我以前住屏東嘛 那旁邊有一個老菩薩 六十幾歲了 天天都牽兩三條牛去吃草 那鄉下旁邊剛好 那邊本來有一塊草地 每次都養了四五條牛在那裡 那有幾條牛是綁在那裡的 有幾條牛他要牽到其他地方吃草 我就問他 這些牛是你的嗎 你養來做什麼 他說不是他的 他幫人家養的 養大的做什麼 做牛肉麵的啊 那 那個是肉牛來的 那有的是牛牛 那個是肉牛 他說他從小牛開始養 養到大可以殺 一隻好像不曉得 那個人不知道給他幾萬啊 五萬啊六萬啊 不曉得 他不知道養多大 不知道要養幾年就可以殺了 那個牛殺的牛 他不會養很久 肉會老嗎 他就這樣養這樣養 我就在那邊 大概我在屏東十年看到 他養過幾匹牛了 那些是養來給誰吃的 給你們吃的啊 所以你看 但是他為什麼要養那條牛 也可以賺錢啊 牛是不是他殺的 不是的 而且還是他養的 但是他是養來殺的 那你看這中間有很多造業的結構 第一個 那個叫他養牛的人 他養去賣 賣給誰 賣給那個殺牛的人 殺牛的人 切好這個牛肉 賣給那個賣牛肉麵的人 那個賣牛肉麵的人 就 做了賣給吃牛肉的人 反正這中間有很多 我們叫做 我們叫做這個結構 那麼每一層都有 就是他是一個造業的結構 那這個造業的結構 有層層的人 你看一條牛 一條牛牽涉多少人的夜 你好好想這個問題 好那這只是一件事而已 這只是一件事而已 那麼包括我們在 我們在追求我們的幸福當中 那麼總是有意無意 直接間接的造成別人的痛苦 你認為你的痛苦從哪裡 不過就是造成別人的痛苦 這個叫做因果 所以當我們對這個世間 不再那麼直取的時候 我們就會注意到這一點 我們會注意到這一點 那麼你就盡量簡單 而且不會因為你造成別人的負擔 造成別人的痛苦 那麼在這樣你才能夠就是 重點就是你不直取 好 所以他這裡講 如是過去未來受想形式無常 他第一個 色 其實佛法裡面他後面會講 觀這個色 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 若出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 好就是你要看到你這個色身 這個色其實包含我們這個色身跟外面 但最主要是我們這個色身 我們要照顧的就是我們這個色身 還有我們的心理感受 叫做受想形 主要是這樣 那麼四四一 色受想形而住的 合起來就是五曰 我們在觀我們這個色身的時候 我們說佛法基本上從三個地方去觀 那第一個就是觀這個色身其實是由三十二種 三十二種身分 三十二身分就是肉皮血骨 水血尿 然後這個肝膳肝膽心 種種大腸小腸 總共加起來三十二種或三十一種 組合而成的 這是第一種 你比較不會直取你自己本身的色身 第二種也不會直取別人的色身 第二種 你就是要觀這一些 所以它是培養你的 你觀照這個身體的實相 這現象 第二個你要看見你這個身體 你平常都是怎麼運作的 行住坐卧 雨墨動靜 這一些 你要清楚覺知你是在做些什麼 第三個你看見你的呼吸 那麼基本上觀身 一般我們試練做嘛 觀身基本上主要就是這三點 觀身是由什麼組成的 觀身 觀身是 平常都是做些什麼 然後觀 再觀七點 這個身 它的一個 不過就是 由呼吸再維持 觀這個呼吸出呼吸入呼吸出呼吸吸 這樣 這個叫做觀身 然後再進一步就觀受 其實就是你觀你的心 心了 那麼觀受 一般來講 有苦有樂 那但是它這裡 它這裡當然不是從觀身觀受 它這裡是從觀這個色 受 想 行 事 都在生命 生命像有所謂的過去 現在 未來 它告訴你 你的心不要止取於過去 不要貪戀於過去 不要心求於未來 也不止取現在 它是從這個角度 出發告訴你怎麼樣 去看待你 生活在這個世間 那麼你的生命現象 你的五運身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麼你的心 你的心通常都在哪一點上止取 哪一些事上止取 哪一些人身上止取 為什麼這樣止取 因為重點是止取 止取所以如果沒有愛喜 你就有愛喜就有苦 這個是上一部經講的 有愛喜就是有止取 愛就一定會取 愛取之後一定有苦 愛取有 有就有生 有生有死就有苦 它就是這個現象啊 好 所以現在 它告訴你 你平常都在止取些什麼 你止取的方向 不外乎是依著自己的身心 而有所謂過去 現在未來的止取 它告訴你既然有過去 既然有現在 既然有未來 那麼這一些就不斷的在生命 你應該要 你應該不要一直對 因為這一種身心有這樣的止取 所以 你如果不止取了 那麼 你就開始漸漸過著 離遇的生活 因為你不止取 所以你的生活變成 不是一種造業的生活 不是一種起煩惱造業的生活 而是一種 趨向解脫的生活 因為不止取 就能導致你解脫 那麼不止取 不是說一下子都不止取 不是是漸漸的不止取 所以它是正向面鏡 其實是這樣子的 漸漸離遇 正向面鏡 漸漸得解脫 其實它是這段過程 那設事這樣 受想形式也是這樣 感受我過去怎麼樣的感受 我現在怎麼樣的感受 我未來希望有怎麼樣的感受 你過去對我這麼好 現在怎麼不再對我這麼好 那麼我希望你未來也能夠像過去那樣的好 那麼達不到啦痛苦啦 達到啦你未來就還不夠好 反正類似像這樣 那麼受想 我過去的印象你是怎麼樣的人 現在你變成是怎麼樣一種人 那麼我們都在這個 不斷在這種糾結裡面 這個就是受想行事 其實是這樣子 我記得先下課 我記得先下課